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这方面我觉得他们在他们各自的领域方面做得非常好 虽然时不时会受到挑战 那我说的是为什么已经成为过去时或者即将成为过去时 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目前来讲有规模的公司 我们也算一个家有规模的公司 无论是用户规模还是其他方面的规模 有规模的公司 只有我们这一家公司是完全从移动起步的 没有任何PC的基础 没有PC基础当然没有继承的用户群 没有继承这个品牌 但最大的好处是完全没有这样的包袱 我们所获取用户的方式 所服务用户的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我们在这个业界其实跟大家交流的非常多 其实包括跟协程 虽然说大家好多人都认为我们跟协程在竞争 其实我们跟协程合作的非常多 也合作非常紧密 我也经常跟协程的各个部门的领导人交流和学习 但我们知道协程的定定员的用户和我们定定员的用户 如此之差别 差别如此之大 几乎完全不是一类人 完全不是一种用户行为 你就知道移动它所带来的 它不是PC市场的一个在手机上的延伸 它完全带动了一个新的更大的规模的市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信心 我们是一个真正的有移动基因的公司 我们就用移动这种大的趋势 在移动这个趋势里面跑到最快的一家公司 那么其实如果说协程的基因 它是个呼叫中心基因 如果说去哪儿的基因 它是个PC基因 只有我们真正的移动基因 我觉得基因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我们看的山头是不一样 他们看的是这个山头 我们看的是那个山头 我们没竞争 在广义上是没有竞争 因为我们跟目标是不一样 对吧 我们提供场景服务 我们强调这种在服务的过程中让我们舒适 那协程核心 我是通过卖票的 我是卖票的 去哪儿我是搜票的 航班管家是什么 航班管家是提供全程服务的 我们在那个公司的产品定位上是非常大的不同 它的平台在呼叫中心 那个平台在PC基上 我的平台在移动上 所以说你说我们竞争 在窄役上来讲是竞争 那在广义上我们来讲不是竞争 我们所用的手段 所要达到的目标都是不一样 所以我有时候不自量力地说 我们才是现代 他们即将成为过去式 对吧 我们才是现代式 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在未来成为过去式 我们希望在过来始终是现代式 甚至是未来式 对我们的挑战也是挺大的 我们期待 Hadam van